另外文化局去年是首办村落美学活动收到好评 今年更扩大到权限 透过在地特色据点 呈现文学、音乐、工艺、环保等美学内容 统计有41个场次 要将艺术的种子散落在社区每个角落 来自十二乡镇据点的策展人 今天齐聚一堂 在文化局长林秋芳的带领下 乡镇以蒲公英种子要散落到权限 就由沙龙讲座的方式 向民众分享生活美学 不但有美食小吃品尝 手工艺品制作 音乐演出欣赏等等 尤其今年还有新加入文学创作 同时更是要融入有机观念 提倡健康生活 即使热量被蒙住 星星熄火 夜晚用迷雾把身体涂抹去 只剩下眼睛慢走 想念的破步从上一个十年 聊过身边 什么都听不见的时候 现在我懂得安静 有着什么样的气味 有着什么样极简的触觉 边界朝赤我开放 现在我懂得失去一个你 才使我拥有现在的你 日港我的日港 沿途洒下的光剑枝 会在你迷失时 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回 那里面的类型有工艺的 环保的 还有音乐的 还有很多有机的文学的 还有这个很多新的概念 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的美感当中 落实的 那我们今年跟去年不同的地方呢 是我们加入了有机的概念 所以每一个策展人 他都会提出他对有机的看法 所以呢会有每一个场次里面呢 都会有有机的论述在里面 另外一个我们今年也把年轻的文学家 导入到我们春多美学 所以文学本来是比较弱势的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些 艺文沙龙的方式 把文学导入到我们的 春多美学的想象里面 那我想这是我们今年 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年在 很多新移民的议题上面 还有眷村的文化 包括社区型的 春多美学计划 包括是春多型 农村型的春多美学计划 还有呢是世界巷弄型的 春多美学计划 都会在这一波火力全开 全面的来展开 我们的美学行动 文化局表示 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底 在全县共有12个据点 分别举办41场次 想要参加的民众 可透过活动手册 或是宜兰春多美学的脸书 了解正确时间地点 跟报名资讯 春多美学 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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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